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收看的是 参赖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小昂 参赖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制造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了我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正义性事件背后 制作我们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到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 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多的报道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 微小的声音 我想最近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在疫情期间 疫情的那段时间里头 很多人的生活形态 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改变不只是在工作的方式 甚至连这个饮食的方式 也开始的有一些不同 例如说我想叫外卖的人越来越多 也因此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也访问过外送员 他们也提到在疫情期间 其实我们的外送员的数量是大增的 或者是说他们的食物 可能你教了半天 你会觉得为什么搞了半天还没有来 他们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会非常关心外送员 他的工作的过程 以及他的劳动权益 最近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好看 就是超级外送员使命必达的审时战 这本书是由游籍文化所出版的 我觉得我们节目其实在过去也讨论过游籍文化的两本书 一本是失去青春的孩子 另外一本是万能电源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 这个超级外送员使命必达的审时战的作者 蔡婉芸一起来跟我们来谈这一本书 婉芸你好 你好 当然谢谢婉芸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本书 那这其实是你的这个硕士论文改写 这个硕士论文改写是游籍文化的一个很有趣的特色 或是他们本来就会发展的一个书系吗 对就是他们有关注到这个社会议题的改写 然后面向大众书写的重要性 所以就有发展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书籍这样子 你自己的受证文被改写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 会觉得哇很开心 或者是我写的东西好像不是一个纯粹学院里面的一个作品 而能够跟社会大众有比较多的沟通跟讨论 对啊当时一开始的那个动机也是因为想要 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议题跟大众来做介绍 但是其实书写过程也是蛮长的 然后过程当中其实会没有那个读者在你旁边 所以其实你就是一直好像在跑一个马拉松的一个慢跑 然后慢慢的好像跑到那个终点 你只是在写作论文的过程吗 写作这个改写的过程 改写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 我觉得蛮好奇的就是尤其文化有好几本书 其实这样看起来编辑是蛮厉害的 因为这些硕士论文其实应该都有很多的 很坚涩的理论在里头 不过在你们的书写过程当中 这些东西相对之下它比例是比较少 甚至是干不到 所以编辑也花了很多时间再去跟你们做沟通 我的部分就是因为前面有几本书已经出现了 所以其实我可以很快的了解到说 这样的书速写出来的样子是什么 对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蛮了解到说 里面不需要有这个理论啊 知识啊 必须要着重在经验的层面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部分在一开始 就因为前几本的一个参考 所以就了解到应该是要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蛮有趣的是谈到这样的一个面状 大众的书写经验这件事情是蛮重要 就是说但是经验可能不是别人的经验 那就包括你的访谈 甚至在这本书你花了蛮多时间在做田野 待会我们可以再继续聊一下田野的这个过程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这样的原本是念艺术的 那后来去念台大城乡所 那然后念台大城乡所又写的是跟外送员有关的 这样一个论文 这三个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落差 为什么会有这些转折 就是因为艺术创作还是必须要回到 就是自己关怀什么议题嘛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起心动念 自己觉得自己在一个社会的理解上面比较不足 所以开始想要去理解这个社会 所以后来就是到城乡所去就读 对然后差不多在2019年中的时候 是我开始要决定我的硕士论文题目的一个时间点 那时候我也很有苦恼啊 不该选择什么题目 然后也曾经想说要写我家乡 河美那边可能纺织产业的没落的一个题目 然后但是那时候就也刚好正好观察到身边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每天骑脚踏车通勤从永和的租户处 然后骑脚踏车到台大上客 对然后这段路程当中我每天这样一直骑一直骑 我就发现到这个2019年的 从1月到6月这个变化非常大 那时候是疫情也差不多刚开始了 还没 还没 完全还没 疫情大概是2020年初 对对对对对 就是前一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从没有外送员到有一群外送员 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就是停在你旁边 然后在等着要去送餐这样 所以我就刚好观察到这个现象 然后就开始对这群劳动者感到好奇 对啊 所以那时候刚好也是平台开始想要大量招募外送员的一个阶段 在我的FB上面都会有那个 广告 对啊 就是会说这是一份自由谈性的工作啊 然后你可以骑着你的机车或是脚踏车探索这个城市啊 有这些特质 那我就真的是开始产生好奇 也是在想说可以尝试看看这样的题目啦 对啊 那时候你的好奇是什么 是好奇说他是不是真的自由 然后是谈性薪资 或者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好奇是他事实上可以月入十弯 他的薪水不错 或是有些好奇可能是来自于 哇这个每天在大街小巷这样跑来跑去 会不会太辛苦 你的好奇的点是在哪里啊 对一开始当然就是只是 怎么突然有这一群症嘛 然后看到这份工作好像很自由又谈性嘛 然后接下来其实差不多在2019年的7月的时候啊 那时候新闻就一直疯狂的报导这个 这份工作月收入有10万元这件事情 那但是我就接着又发现到一个调诡的现象 就是在同一个那个时间点 那有外送员在那种靠北的粉丝专业 靠北UberEats 靠北熊猫上面就是集体 集体就是发文出来说我们哪一天 哪个时段集体不要上线 我就发现到说这份工作好像没有原本想得那么好 好像有一些状况 然后接着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在2019年10月的时候 极其的外送员死亡车祸事件浮出台面 大家就意识到这好像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 所以我就慢慢的去组织了这个发文 说这平台的外送员到底是一份怎么样的工作 他真的这么自由谈性吗 还是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为什么他们需要用他们的生命来换取 这样的一份收入 就是说如果他这么好的工作 为什么这么多的抱怨在靠北半系列上面出了那么多 然后就算真的那么好 但是他是用生命去换来 所以包括一连串发生的这些车祸 这些意外 让你产生了一些好奇 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做研究 你可以透过访谈 你可以透过问卷 你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可是你选择了透过田野 实际上面去担任外送员的工作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种方式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从访谈先开始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说 其实透过大量的访谈 然后掌握足够的论据 就可以足以做出一篇很有贡献的研究 很多研究都是很棒的 那我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走 一开始我就先透过朋友的朋友介绍 然后就先访谈了四到五位的外送员 那我书里面有提到一个角色叫丽媒 他也是我在那个阶段访谈到的一个外送员 因为他们是论见记仇嘛 所以就是说 所以他不会把时间把你绑死就对了 他不会给你你待命时间的收入 他只会给你 我等了一个小时都没单 他不会给你钱嘛 因为他是论见记仇的 那好不容易在第二个小时拿到两单 然后他最后取得就是那两单的一个报酬 所以他就他花了 他可能花了两个小时做那两单 然后最后可能只有一百多元 他就觉得熊猫公司好划算哦 我投入这么多时间 可是却他只需要付出这一百多元的钱 划算是熊猫公司赚比较多 而不是他自己很划算就比较好康 并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制度上有一些吊诡的地方 对 然后我就开始想要找更多的外送员房谈嘛 然后一开始就从房谈慢慢的想要再找更多外送员 但是因为人脉有限嘛 那时候我有朋友说你不会点餐嘛 然后点餐就有外送员来 但其实这是很打扰他们工作的 他们其实感单就来不及了 怎么还有时间关 还接受你的访问 对然后你可能问他一句说 你收入多少他可能就是说很难赚啊 然后没有十万他就转身就走 这到底有多难赚你也搞不清楚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遇到这个卡关的状况 我其实就先去问店家 因为我想说找不到外送员那跟外送员合作的店家 他们可能知道一些事情 那也很幸运有一个小吃店老板跟我介绍了一个很资深的外送员 小柯 是我这本书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小柯呢 他就告诉我 我说他们的制度啊 是每两个礼拜去更新一次 两个礼拜 去更新对 去更新一次他们的报酬制度 两个礼拜前的一个算法 可能他的绩效的算法跟现在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必须要掌握他们的制度啊 那我也不可能一直去打扰小柯说 让他两个礼拜就提供资料给我 这太打扰他了 而且这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吧 对对对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我要去做做看 所以就是这一连串从访谈 然后访谈的卡关 然后到后来知道说 这个是变化很快速的制度 我如果要掌握 我就真的是必须要去做做看 而且你直接去做 就会感受到他不是一个 好像访谈的一个话 而是他整个的过程 就例如说不断的在变化 那个两个礼拜换的一个制度 那个心情的感受 有时候访谈他不一定讲得出来 而是自己去做的时候 那个感觉应该是更强烈吧 对对对 因为受访者他们就跟我讲的是一个切片 然后我就这边受到好多切片 对 可是实际我感受可以去做了之后 可以感受到一个时间轴 我可以感受到那个 时间轴的体力付出是多么大的 很紧绷耶 对对对对 其实也跟一开始想的 是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在看你的书的时候 看到后半段就是 你会把那个时间轴花出来 我想说哇这么快 我在阅读的时候觉得很紧凑的 实际在工作的人 那个压力应该会很大 但我们会再谈那个 所谓的时间轴 这个所谓的快速的两个礼拜 就变一次的这种计算方式的一些过程 以及种种的问题 那当然你自己去做之后 你发现的外送员 你开始应该有一些想像了 不管是一个做研究的想像 或是一种观察的想像 跟你直接去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落差吗 嗯 其实落差蛮大的 我觉得这边整理了四个落差 其中一个 第一个落差就是 它比我预期想的还要花体力 嗯哼 我们可能想说看那些 不就是骑车吗 对 不就是骑车就是外送啊 然后很像是你一般 你就是上下班骑车那种感觉 其实完全不一样 因为待在路上的时间 其实越长你是会越累的 对 所以骑车你要一直骑一直骑 其实是很精神要很好的 很眼睛很酸 所以其实整个劳动过程就会觉得 哎 跟整个体力的支出是非常大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就是我在做的过程那个意外发生的频率 比我想的还要还要常见 就是这一单店家脱餐 怎么下一单来 这个另外一个餐厅怎么又脱餐 OK 就是一直发生各种状况 然后怎么这礼拜机车坏掉 下礼拜变手机坏掉 就是一直有各种状况会出现 没有办法掌握的状况很多 对 然后你要付出很多成本去 去cover那个东西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累积 这个收入的部分是很 相对困难的 本来看到新闻写的就是月收入10万 对 以为很容易 但其实你光是要累积到最低的 相等于最低时薪的那个薪资就很困难 对啊 就是像我一个小时的速度 只能做两单两件 那其实真的是又比算一算下来 其实又比最低的时薪还要低 对 所以就发现累积收入 累积这个收入的过程其实是很速度是很慢的 我做一天 连续七小时做一天 然后做了14单 我连1000块都累积不到 那那个慢的话你就相对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做 才能够拿到你自己理想的一个报酬吗 对对 或者是就变成说我速度要更快 我要去要求自己的速度 对啊 然后最后一个我发现他们没有那么自由 第四个差异就 不自由 对 我发现平台会用很多绩效制度 不管是Foodpanda还是UberEats 都有他们的绩效制度 然后像熊猫的话 它就是用聚单 你不聚单你才有奖金 就是人家叫你去做你就不可以说我不要 对 你如果聚单 没有就是可能100单 你聚了10单 你就没有奖金了 所以我在劳动过程其实是很紧绷的 我很怕我单来我没有按接受 它漏掉了 然后我的这个取单率就会被下降 所以其实是很高压一直盯着那个荧幕看 那个时间要赶快按下去 所以我接受这个单 然后像UberEats的部分 它就是用所谓的烫刺奖励 就是说你在三天内 你要累积到一定的单数 我就有奖金嘛 这也是一种绩效啊 那我再插三单 我就可以另外额外拿到500块 我要不要做 然后在今天 那就是要拼啊 那才插三单 对 然后在今天5月12点一定要达标 那我就 我本来想说我晚上7点已经很饿要下班了 可是又为了那三单 为了那500块 所以我又花了那个一两个小时下去做那三单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江上天也不止你刚才讲 而且它包括变数多 对 就是说心好累 对 就不是其实有那个体力耗费啊 或者是那种状况多等等 就是你的变数是很多 就是说你要多三单 那这个三单什么时候 你要不要去抢 抢的过程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是不知道的 那你刚刚谈到一个蛮有趣的时候 所以有些东西它是用 有些的给钱的方法就是用奖金 那给奖金就是说 你要达到一定的数额跟标准一个力量 另外就是说你不可以去拒绝 对 所以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关卡 才能够得到 你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些薪水 对 对 所以在我们再继续谈这个薪资的部分 不过我另外觉得蛮好奇就是说 那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会去当外送院啊 嗯 我自己有参加过那个熊猫公司 举办的那个说明会 然后在说明会上就是 大概二十几个人聚在一个很像教室的空间 然后听完说明会 其实你就可以填一些表单 你就可以成为外送院吧 然后在那个说明会上就有一个 自我介绍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就透过那自我介绍了解到说 是什么样的人来做这个外送院这样 然后就发现到说其实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包含了可能他是自由接案者 他是设计师啊 然后他想要 自由接案者就是他就是一个freelancer的概念 对 他介绍很多的case这种自由接案者 对 他本来就是自由接案者 然后他想要多一个不同的接案的一个形式 他说那做做外送 我可能长期用电脑 我偶偶去外面送送餐这样 所以会有这样的人 然后也有他本来就是做货运产业的 他可能做货运啊或是做快递 等等他很熟悉这个在路上 骑摩托车的这个形式 所以他就想要转职成为外送员 对 然后另外也有观察到学生族群也是有 像我 我以学生身份去做这个检柴了 这样子的也有 然后或者是他必须要照顾小孩的家长 他其实想要去照顾小孩嘛 然后配合小孩的时间去接受等等 那他可能就需要相对于时间 可以谈性一点的工作这样 然后另外包含他从事科技业的啊 餐营行业想要做第二份兼差的啊 然后都会想说这份比较谈性嘛 然后我自己有访问到是自己开公司的 自己开公司 然后像主持人一开始开头的时候 有提到说疫情导致很多人没工作 然后像那个人他就是自己开公司 然后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公司的业务量下滑 他就最后就选择专职在做这个外送员这样子 所以其实真的是各种背景的人都有 所以可以简单地讲说 不是一种固定工作的人这样的一个比例是不少 或是他需要有弹性工作的人 他这样的人当外送员也应该是不少 那在年龄上面有差别吗 其实从刚才说的学生到退休人士都有 所以他的年龄 range是很大的 然后像104是有做过这样的统计 其实大概在中年的比例也是蛮多的 中年的比例比较多 OK 对啊 所以就是 就是有104有做过这样的统计 你自己去做外送员的时候 你发现你原本的想象跟实际工作上面是有落差的 那你自己在观察你的受访者或者是刚刚谈到各式各样的原因去做这样工作的人 他们在实际上面工作跟他原本的期待是有落差的吗 或是落差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自己访谈的对象是有从 我从专职几个月到专职三年半 做那么久 对有那种资历比较浅 也有资历比较深的人 那他们其实从事这份工作他们的那个实际分享给我的内容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啊 像做比较久的人他就是有像我有一个受访者刚刚有提到的小科 他是从2016年的时候就从业 那他就跟我分享提到他们当时是公司聘的外送员 就是公司自己有聘外送员 对 就有点像麦当劳他自己聘的外送员 对对对对 他一开始是熊猫公司的外送员 熊猫公司的外送员 对对 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就跟一般的员工没有什么两样 有劳健保 哦 然后有年终 然后有三节礼金 也可以吃尾牙 所以他就是一般我们所比较知道的就是一般的雇佣关系嘛 对对对 然后但是他就有跟我提到说2018年差不多年终的时候 他们公司就推出了这个转承攬的一个制度 然后他那时候公司就是邀请外送员去转签那个承攬合约 所以他就跟我分享那一段的历程 就是他看着签下合约的人他们可以收到比较多单啊 拿到比较好的报酬啊 所以他也没办法他也就跟着签下了 对啊所以但是签下之后就遇到说 怎么熊猫公司开始不断的减低报酬的这段过程 所以他因为资历比较深他就可以 他就是有这个经历就是从过去他2016年进去一单的时候的算法是一件120元 到我遇到他一件一斤变70元 差那么多 对对所以他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对他这也是我自己去做的时候没办法看到的 因为我自己去做我可能就是兼差两个月嘛 只能看到那个当下的状况 那但是访谈到资历比较深的他就可以跟我分享到比较多的这样的状况 嗯所以他原本是一个雇佣的关系 所以还有固定的薪水当然也会有奖金啦 就是每个公司的状况不一样 然后至少有劳健保这个劳健保至少你 特别是有劳保你以后有劳退嘛 以后会有一些累积嘛 对可是变成雇佣关系这个就没有了 对所以你也不会你的保障就相对之下比较少 特别是比较长期的这种保障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弹性比较自由 可是薪水从刚刚谈到这样的落差就差了几十块 那他还想要做吗 其实就是必须要注意到这个流动率的问题 因为其实伊丁四也是有统计 这份工作的流动率其实蛮高的 然后像刚刚提到的小科 他其实后来就已经没有再从事这份工作了 所以其实因为制度的调整 导致他们没办法再继续从业 那其实我的受访者里面 他们也是蛮多人就提到蛮喜欢这份工作 自由吗 其实不只是自由而已 是包含了他其实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 包含我自己去做我也发现到说 其实我是有贡献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替可能老人送餐 行动不便则送餐 有要照顾小孩的家庭送餐 某种的社工的角色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 当我在送餐给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其实我心情是很开心的 我觉得我帮助到他们了 然后也是像我受访者讲的 他们其实很喜欢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的本质是好的 可是因为报酬条件的一个制度的状况 越来越差 导致他们没办法生存 所以就只好有办法的人 他就想办法转资的这样子 这蛮有趣的 就是你们是一群四处移动的人 然后去协助送餐室 协助那些不方便移动的人 那当然有些不方便的人 都讲说我就懒得输来买东西 那有些不方便移动是因为我可能有需要 你这边谈到是一些独居的老人 或是一些长辈 他们可能是因为不方便移动 所以你们可以觉得在这过程 得到另外一种的 这种所谓的成就感或是报酬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访问我们的婉宇 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开始也提到说 这个薪水它实际上是越来越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仿佛是一个闯关的过程 到底当一个外送人要闯哪些关 这些关卡难不难 那就仿佛是一个感攻游戏的这一种工作的方式 在起头得到的报酬 刚刚谈到了好像有这种做好事的这种所谓的报酬 那在实际的薪水上面 看起来就越来越长 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来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基督资料部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本好看的书 叫做超级外送人使命必达的审时站 所以这个外送人不仅要使命必达 而且还要审时 就是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他的工作 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是这本书的作者蔡婉云 来跟我们聊这本书 婉云你好 你好 谢谢婉云 在前半段也跟我们谈到你为什么去做这样一个研究 以及在一些初步的观察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更详细的去跟大家做一些分析跟讨论 就是一个外送人他拿到了这个单子 就是说这个公司可能告诉你说 某个地方是需要有人外送有人点餐 然后从那个外送单子接单 一直到最后的送餐抵达 或者是送餐抵达之后 可能还会有一些评价或者什么 后续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 这个大概要经过什么样的流程 其实很多人会说 外送人的工作流程就是接取送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印象 但是什么是接取送呢 就是接就是接单 然后取就是取餐 送就是送餐 所以简化最简化来说就是接取送 但是实际上其实不是这么容易 不是只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接取送 这样的过程而已 其实还会有很多细节 比如说接单的时候 我接单以前需要待命 我可能 对待命 我可能花了一个小时待命 然后都没有收入 都没有单派进来 我就没有收入 然后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单了 好那就是我接到单 从接单开始在 开始做这一张单 这样子开始 然后接单之后 我其实必须要经历一个移动 我接单了嘛 我看到我的餐厅在哪里 然后我开始导航 开始秀出来我要怎么骑 所以要先去找那个餐厅 对要去找那个餐厅 我开始骑上我的机车开始移动这样 那其实这个移动过程 就会遇到很多事情了 我刚才来的路上 发现隔壁的巷子在施工 对其实施工 遇到道路施工是 外送也很常发生的事情 就是导航 我明明导航 其实不会看你道路施工的这个状况 他可能临时这边施工 他可能还更新不到 然后所以我就 必须要自己想办法绕路 又包含台北市 这么多单行道 所以其实也要看每个区域的状况 那好 这个道路施工导致我要绕路 我是不是要多花时间 然后在路上也有可能 刚好我刚才提到的就是 我机车坏掉 我手机坏掉 所以光是这个移动 过程当中 就会遇到很多状况 也包含了一些危险 对啊 然后 我自己最害怕的就是 计程车跟公车 因为其实都 他们都随时往外切嘛 聆听这种也是蛮危险的 然后 好不容易抵到餐厅了 那我进去餐厅要取餐 那可能会遇到尖峰时段 尖峰时段 有时候看这个餐厅外送也排很多 对对就是尖峰时段那个 餐厅的人已经 内容的餐已经都出不来了 他又无瑕管 无瑕去出这个外送的餐点 所以就导致说 他们必须要在现场等那个餐出来这样 但是你也不知道你会等多久吧 对 所以我就曾经就是在现场等过嘛 然后我手机就会跳出来说 这张单子已经等很久了 就是请我去问店家还要等多久 回报他时间 是公司说等很久 还是客人说你怎么这么慢 系统 系统自己 自己会去算你等多 取多久等多久的过程 对 然后他就说已经 就是请我协助我去问一下这样 然后但是现场状况就是 就是一团混乱 我还要去打扰那个 对 他可能会觉得你很烦吧 对对对 或者是很生气这样子 所以其实外送人在当下也是 蛮高压的这样 然后等很久 好不容易取到餐点 那有可能会遇到那个 现在讲求环保嘛 你 我那天就是在一颗咖啡看到 就是外送人进来拿餐点 那他们就没有再提供纸袋了 所以就四五个餐点就是 外送人就抱着 其实很容易打翻 对啊很容易打翻 如果是烫的东西 不也是很危险吗 对对对 所以其实很多外送人 都会自己带袋子 或者甚至自己自套腰包 一斤那 公司没有提供这些东西啊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他们自己要去负担这个 想要让他更好拿 所以就是自己自套腰包买袋子 然后协助运送这样子 好然后他就把餐点 可能放到他的机车上 然后就是要再去前往把这个餐点送到 这个客人家里的这段路程 然后就也是 刚刚那个移动的过程 就是再经历一次 但是这时候就可能会发生说 这个系统定位不准确的问题 你好不容易抵达客人那个点位 但是发现客人不在那里 那你联络他发现 他可能在隔壁隔壁条巷子 那的确啊 那厂商是不精确的 对 因为他不一定是按照住址吧 对不对 他有时候是客人 他自己输地址的时候 他把号码写到备注来 导致他模糊的定位 或者是他本来那个定位就是不准的 对 所以就 所以这也不是 这也不是外送人可以控制的 对 就经常会发生 这个定位不准 然后一直要联系说 所以到底在哪个位置 那你可能到达正确的位置之后 发现他是一个大型社区 你进去没有十分钟出不来的那种 对 然后所以 那过程当中是非常焦虑的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 而且你有时候进入社区的管理 还不见得让你进去 对 他必须要换证件 你要有精力到换证件的过程 对 而且现在其实不好停车 特别是都会区 然后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 十单有九单 你必须要停在红线上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违规停车 然后我必须要抢速度 进去要赶快出来 不然我可能会被开发单的那种心情 在送这个 那其实就会 当你又进到一个很像迷宫的社区的时候 那你那个心情是会非常焦虑的 那你最后就是 好不容易找到你的客人 然后赶快回来你的机车 然后再继续待命 等待下一单派进来 所以整个一单的流程差不多是这样 那状况会有很多 这个是消费者一般是不会知道的 我就等到底什么时候送来 有没有准时 然后这个就会 就是纯粹的一个买卖的关系 或是一个商品的关系 但不知道整个的劳动过程是这么复杂 可是你这本书谈到它是一个省时站 省时站当然是能够去抢时间要抢快 可是看起来有很多的这种状况 都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例如说道路这边要休闪 然后进入到一个非常迷工式的社区 例如说在这个等餐的时候 取餐的时候等很久 这么多不能够自己掌握的状况底下 你们是怎么去应对怎么去面对啊 就是不是你不努力 不是你不想抢时间 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抢时间啊 这其实都是要靠经验的累积 所以这份工作其实有它的专业性 就是可是我觉得这很吊诡 它的专业性是因为有这么多 就是非预期的状况 导致它必须要让自己变得很坚强 变得很能够应付这些状况 而养成的这个专业啊 所以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我没带子 那我就自己准备带子嘛 然后到路施工 我就要自己想办法绕路嘛 所以其实 其实说到回来都是外送员自己要 真的是很有经验的去应付这些状况啦 对啊 因为劳动的第一个现场就只有它而已 客人面对的也只有它而已 对啊 所以其实有点像你们出版的时候 另外一本书《万能电影》里面 对对对 有点像牵手拐音 然后随时都必须有很快速的反应 随时要去做各种不同的自我的调和 甚至某种心理上面的调整 这也难怪你的这本书的封面 就是一个超级马力欧兄弟的不断闯关的过程 对啊 因为我自己玩那个马力欧就是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能力太差还是怎样 我怎么玩都玩不到那个终点 经常在路上就会遇到就是情况 我必须要可能打怪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各种突发状况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跟外送人在那个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意外的那种状况 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甚至这个马力欧的意外的状况 都没有外送人多吧 我的意思是说马力欧可能你这个观察 不是多了 最好原来它是这样子玩 什么时候会跳出来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会砸下来 你大概多完全都知道 可是在路上的状况不是你可以掌握的 对对对对 讲得很精准 对这也是很多时候外送人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危险的一些原因吧 对啊因为你那个关卡你重复几遍你就会熟悉吗 对可是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啊 你意外状况来其实就会就是很难去应付 比如说我之前有手机坏掉的经验 或是我有机车坏掉的经验 那我的保温箱后面有两杯饮料 那我机车坏掉 我到底要回报说我现在机车坏掉 还是我赶快去搞不好很快就可以修好 我就可以去送 这其实在劳动过程当中 会有非常需要去取舍的这样的过程 那我的每个决定都会影响到我接下来可能 会不会被这个客人责备 然后你也不能够拒单嘛 对 比如说你有一堆汤汤水水的东西 如果说要送个什么冰淇淋之类的 那个变数那么多啊 那个送到那边可能汤都泼出来 冰淇淋都融化了 不是什么也还会被骂 对 像你会变成说我到底要不要拒单 或是要不要接单 跟我要不要赚钱之间 会有很多的挣扎在里头 就包括每一个当下都是在挣扎 每一个当下都是在选择跟判断 对就是一直要不断的权衡 所以我刚才才说它是一个很靠经验 然后去累积 然后导致你遇到每个意外状况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说我怎么做会比较好 那这样子跑一单可以赚多少钱 或是你们的这个薪资是怎么算 其实我一开始投入研究 2019年7月的时候是70元一件 我以熊猫平台这个公司为例子 那现在他们在官网公布的是一件62元 就平均一件62元这样的一个条件 可是其实听起来好像只有下降8块 但是实际上它的构成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说 就是过去我说真的70块 你不用被绑取单率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巨单的问题 你不用被绑穿制服的问题 你不用被绑就是你自己要骑登记 当时登记的车辆 你不可以机车坏掉 骑你家人的机车去设计 这也不行 对 然后就是你不用满足任何的条件 你就是做完一单就是70块 可是现在就是有各种条件 然后去你必须要满足 你才可以拼拼凑凑拼出这个平均62元 那其实这各种条件某一个 你换一个角度去想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绩效 你必须要满足它设定的绩效 你才可以有这个62元 什么样的条件 比如说要穿它们的制服 这是一种条件吗 我来先说明一下 就是像熊猫公司 它其实是有它 62元 其实是有它四个部分去构成这62元 包含了配送费 区域动态费 安全奖励费跟广告费 那其实分别就是你里程 要大于2.5公里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取单率 要大于85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不能居单的这个条件 然后再来就是 你要骑你当初登记的车辆 你不可以就是临时换一台车来骑 还有你必须要穿戴它们的广告服 就是目前是这四个条件 那你曾经过去有一度就是用消费者评价 来作为条件 就是你不可以让消费者感受到 没有太慢送来啊 这些消费者可能会给你可能三颗型 那你可能就也会没有这样的一个 到达这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就是 那你说那个2.5公里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其实是会去 你这62元 你如果没有里程到2.5公里 你其实就是会再比62元拿到更少 那我不是取一个单吗 那我在隔壁很近也不行 就是会 所以它就希望你取一个更遥远的 一个距离的单 意思是这样子 对 就是它的收入是动态的 它不是说我每一单就是给你62块 它有可能一单是40块 有可能下一单是20块 有可能再下一单是70块 它就是会根据你的可能里程 来去增减这个金额 对 所以里程费它的概念是这样 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流动的 好复杂 对 非常的复杂 而且还是说两个礼拜变一次 对 这么复杂的这种变动 或是这么复杂的计算方式 不像我们去工作 固定薪水 你来一边上班8小时 一个月多少钱 那很清清楚楚 可是你今天去做的时候 你可能也不知道 你今天的状况会遇到什么状况 你也不知道你今天会多么的努力 或是接到多少单 这是一个不知道 第二个它的计算方法 它是一个透明公开的吗 还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它到底有没有东减一点 西减一点 这也是一个不清楚的状况 就是这么多的变化 跟这么多的快速的转变 这些外送员都知道吗 或他知道怎么去计算吗 知道那个透明的状况是什么 他们可以接受吗 其实现在长期以来最大的纷争 就是外送员他们预期的收入 跟实际的收入有落差这件事情 长期以来其实外送员 遇到的困境就是这样 那这个困境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从过去的所谓的120元 慢慢下降到现在62元 几乎是对半的 那其实这个并不是说有事先 跟外送员沟通啊 也没有跟外送员讨论嘛 对 就是片面的去降低 这个报酬的金额 所以就导致 我怎么上个月做跟这个月 花出一样的努力 一样的时间却收入越来越少 正常来说我们的薪水 是会随着你的年资啊 越来越高 可是它却是反向的越来越少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演算法 它其实没办法被我们了解 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取单率 巨单 它就是给我一个数字 你的取单率 比如说80% 不符合我们85%的标准 那你的收入就是会减半 就是那些奖金都拿不到 可是我怎么知道那80% 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外送员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说 他在哪一个时间点 哪一个状况 被扣了这个取单率 所以也就导致他最后 他实际的收入不符合他的预期 所以就是有这两个状况 就是片面的降低这个报酬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 所谓的数据的黑箱 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去计算 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自己帮人家被卖了 然后帮人家数钞票 你还不知道你到底数了多少钞票 对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说我到底哪一个环节出了状况 对啊 政府对于这一种牢固关系的保障 几乎有什么样的做法 就像我们今天就是所有的东西 反正就像我们在看少林足球一样 就球阵旁阵 全部都是在你的手上 又怎么算 你又没有透明的资料 然后你也没有这一部的电脑 你也不可能每天在那边计算吧 甚至那个计算公司可能有复杂 那这个时候不就是应该政府来出现这个 去协助吗 或者说外众员一直以来安全的问题 看来政府好像有一些做法去面对 可是他们劳资的争议 或是这种不公平的 或是那种不透明的计算方式 我们的政府或其他国家的政府是怎么做的 这个部分因为这本书是有邀请邱玉凡老师 来写推荐序 然后前阵子也跟他有做讲座上的交流 那我也因此的认识到说 其实目前在欧洲有16个国家 已经是把外送员 平台外送员 视为是劳工的身份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平台所宣称的 他们都是自雇者 他们是劳工 应该要适用当地的 基本保障劳工的法律 对 然后像是邱玉凡老师之前分享 也有提到一个西班牙的歧视法 他其实就是这个法律其实蛮有效的 他其实政府就是把透过这种用演算法管理的业者 他旗下的平台的那个外送员 都把他推定为劳工 就是你变成说我平台我要拿出很多数据去佐证说 我的外送员他们是自雇者 就是他已经推定他是劳工了 所以我一开始说定义定性就是你是个劳工 那你要说他不是劳工你要来证明 而不是说他就是自雇者 然后他证明你是劳工 他反过来 对 所以其实在国外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然后我最近有观察到纽约 他们其实政府有在推一个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的一个法令 但是因为上个月我看就是还是有业者在抗议 所以还没有落实下来 所以但是就是知道说 国外其实有一些制度上面的一个设计 让这个平台他不会一直去 有这个可以片面的调整的机会 让他不会去规避他作为一个业主 应该要去承担的责任的这样的法令 对啊 然后在台湾目前是还没有看到 但是有努力在推动这个修法 或者是在制定法令 就是最近我们就看到很多工会啊 跟那个想要倡议 然后希望制定专法 其实在这个起兴东西 也是想要去保障外送员的 这个劳动条件的这个部分 对 我们这样谈起来 就是外送员的劳动条件 就是薪资不稳定 然后工作的风险高 然后会面临到很多这种挫折以及困难 甚至有很多公司不会给你的保障 可是我们还是看到很多的外送员 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在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要看到流动率的问题 其实在我访问的一个外送员里面 大部分他们可能就专职了 因为他们喜欢这份工作 可是这份工作 没办法提供给他们可以生存的待遇 所以他们就专职了这样 那有两位我的受访者 他们是从专职转为兼职 对啊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 那他就是因为 就是已经把它当作是 可能是正职之外的调剂的这样的状况 对啊 那我觉得是这份工作还是有他的特质在 比如说没有真人主管在旁边管理 然后有他的弹性 这些这些特质 然后还有他的入行的门槛低 所以导致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他临时需要工作啊 或者是他需要弹性的工作这样的人 还是会需要这样的工作 而且特别是现在其实大众其实蛮习惯 用这个外送品来点餐了 已经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所以这份产业还是有他存在的必要性 包括我刚才讲的替老人送餐啊 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动完手术回家休养 然后家人不见得能够一直照料他的三餐嘛 这个平台的外送也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服务 所以这样子谈下来就是觉得说 就是要必须要看到这个外送人的困境 那为什么他们流动率这么高 然后应该要提供应有的劳动的条件的保障 应该才这样比较合理 就是刚刚谈到一些好处对于这些长辈 或者这些不方便的人的好处 我想这都是我们都可以理解觉得是认同 可是回到那个最基本的是工作 那工作不是因为你有弹性而没有保障 对 这个其实你刚刚讲就让我想到 我之前讨论过一本书 叫做平台资本主义 平台资本主义就是谈到 现代社会各式各样平台出现的状况 那里面就提到一个概念说 为什么会有外送员这种工作会特别的多 包括各式各样的送货这种不稳定的工作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并没有给大家一个稳定的劳务的关系 没有给大家一个稳定的工作 所以大家都最后只能够去做这种弹性化 所以说不是说这个工作好或不好的问题 回到一个制度上面 它出现的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稳定的工作 好可是现实上面好像真的也需要这样一个工作的形态 可是这种工作的形态要什么要保障 恐怕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部分 最后想要请教就是 你自己做完的研究也担任过外送员 这对你来讲对外送员的态度会跟以前不一样吗 会 其实我其实自己很少在订餐 因为我知道他们非常辛苦 所以只要我有订餐 我一定是会准备好刚好的钱下到一楼 然后我在备注一定会写说 在哪个明显的地方 比如说去城市碰面 然后就在旁边就给他 希望可以就是让他的送餐的流程是顺的 不要耽搁他的时间 所以也是觉得说 因为可能大部分的读者可能还是消费者 所以如果能够先从做一个体贴的消费者开始 我觉得是蛮容易的事情 对啊所以对我的改变就是 我会很想要让他们不要有耽搁的这样的状况出现 的确就是它是一个国家制度的问题 是一个劳固关系的问题 是一个整个产业政策发展的问题 那也是一个国家保障的问题 但是回到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完全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本身 刚刚婉宇也提到一些经验也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至少我们在态度上面 或是我们怎么样去减少他的一些困难 或是至少让他关卡 我们不是帮他过关 而是让他关卡不是那么的不顺畅 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们最基本可以做得到的 今天非常谢谢王妍来接送我们的访问 再次推荐这本书 超级外送源 非常好看的一本书 可以帮他找来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